我留意到 譬如建造業議會已經公佈了 他們估計人手短缺是有12000至15000人 我也留意到不同的界別 也表示現在他們的人力是有欠缺的 因為如果人力不足 市民一般的活動 或者他們去不同的地方 他們所接受的服務 人力不足也會有影響 第二 人力不足也會影響香港整體的競爭力 因為我們是和世界競爭的 所以這方面我們是認真處理的 關於我們處理勞工的短缺問題 我們的確要平衡多方面的利益 第一 工人的利益要保障 這是保障我們本地工人的就業機會和他們的收入 但是我們也明白如果整體短缺的情況是很大 而大到我們真真正正的本地勞工是供應不到 特別是短期上供應不到 我們是否有一些措施是要填補短期性的一些需要 如果短缺是不能夠在本地的就業 就算我們經過了培訓 經過了一些工序的簡化 都是應付不了的話 我們必須要有一個措施 是確保我們是有足夠的人手去做服務 給香港市民的 建造業的人手短缺 以及運輸業的人手短缺 有關的決策局 都是密羅緊固 積極地研究 是否會盡快向大家公佈整體的策略是怎樣應付的 而在建造業和運輸業 我也都希望他們盡快去有一個決定 我希望他們可以盡快 最遲在年中就會公佈他們的整體的策略是怎樣應付的 謝謝